摄 玉 书 数六亿 为主要教育内容 礼记内则说 时有三年学乐 诵诗 五韶 成统五项 学摄 玉 西州王都的天子之学 辟庸 就是学礼习武之地 古都西安 在西州时期的军旅武艺活动 十分兴盛 礼记月令记载 祭秋之月 天子乃交于田列 以习五荣 五荣指歌 书 己 有毛 乙毛 五种兵器 月令还记载 孟冬之月 劳农亦休息之 天子乃命将帅讲武 习赦 玉 角力 从周礼 礼记 以礼中 传递出西州国都的上武之风 并渗透着浓厚的礼教思想 隋唐时期在古都西安推行武举制 是中国武术发展史上 一个重要里程碑 为唐代以后各朝所效仿和继承 它对推动中国武术 在民间的发展 具有重要影响 洛阳自东州史 历经东汉 曹魏 西晋 北魏 后梁 后唐 七朝 隋阳帝与唐使武则天 也曾从长安迁渡到这里 所以有着九朝古都之称 春秋时期的士及武士 武士教育是东州造就出 许多出生入死的武士剑侠 他们初入王宫 活动于京都 一诺千金 言必行 行必果 仗见报国 不惜一死答谢知己 在中国武术史上 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武术活动在民间和京都 都十分活跃 汉武帝于原封三年春 坐脚底细三百里内接关 汉武帝原封六年夏 令京师明观脚底与上林平月馆 这两次盛大的脚底活动 将武术与百系推向了高潮 隋阳帝时期 脚底大系与端门街 天下齐波异议毕吉 在洛阳考古出土的汉砖碑制中 就形象真实地记录了 东汉时代的古都洛阳武术文化盛况 武术与百系相融合发展 是东汉洛阳武术文化的一大特色 北魏时期 洛阳作为京都之地 佛教盛行 武术活动也十分活跃 中国寺院武术活动 及大城的少林寺 就是北魏孝文帝 在公元四百九十五年 提倡建立的 唐代吴道子 在洛阳天官寺作画 由于废话日久 缺乏灵感 便请当时的剑术名家 裴燕武剑 坐气已助辉豪 只见裴燕走马如飞 左旋右抽 至剑入云 高数十丈 若电光下射 无剑精彩处 剑透空而下 观者数千人 无不数力 唐代将裴燕武剑 李白诗歌 张旭草书 誉为唐代三绝 可见巫术活动 在圣唐文化中的影响 与地位 东京遍梁 最早为战国时期 魏国的都城 有历经五代的后梁 后晋 后汉 后洲 北宋 京都 也建于此 文韬武略的 北宋 开国皇帝赵匡印 就是一位精通武艺 攻马贤熟的 马上皇帝 汉京军中 武艺其力壮观 选诸君勇士数百人 交以剑武 皆能 置剑于空中 跃其身 左右成之 北宋 东京的 士族子弟 经常在一起 习武逼勇 市井街巷的 民间习武之风 也很浓厚 北宋 汴梁民间习武活动 大多与娱乐表演相结合 东京梦华路记载有 大小钩篮五十余座 钩篮是瓦子中 专门演练武艺的场所 可见其规模之大 京师瓦子勾篮中 表演有 相铺 照刀 蛮牌 牌棒等舞技 供群众取悦和欣赏 北宋时期 已有女子相铺活动 出现于京师中 司马光论上缘令妇女 相铺状中说 圣驾欲宜得门 如诸色一人 令各尽技艺 赐予银娟 南京曾是东吴、东晋、南朝、宋、齐、梁、臣及五代南唐的国都 明太祖朱元璋 太平天国也立都于此 伟大的民主主义先行者孙中山地造的中华民国也建都在南京 物部民风的东吴 与曹操的大本营叶城 刘备占据的成都鼎立而成三国 东吴国主孙中山地造的中华民国 东吴国主孙权 就是一位能文能武的英雄人物 陈寿三国志对其有以己赐虎的记载 南宋时期 流行杭州的脚底社 棉镖社 香铺社 英略社等习武组织十分活跃 瓦兹勾兰中的民间武术非常兴盛 瓦兹是宋代的商业市场 其范围场地较大 聚集各种商人 店铺 酒楼 茶馆等 瓦兹中多有固定的勾兰举行武艺表演 统治者还对其中胜利者给予奖赏 孟良路脚底记载 护国寺南高峰路台征交 须则诸州君高丽高强 天下无对者方可夺其赏 如投赏者将其杖银杯彩断棉袄 北京曾是春秋时期的燕都继承 十六国时期前燕国都 又曾为金朝中都 元代大都和明清帝都 元明清三朝武丰盛行 元代诗人胡志通 紫金山大拳集相扑二手诗中云 满前司主燕繁浓 勾引丹丹脚底雄 独守老拳勿借让 助欢教勇兴无穷 碧缠红锦袖当如 虎伯龙拿占两夫 自古都人元尚弃 摩坚累计爱康雅 诗中展现了元大都 浓郁的习武之风 和京都民间 睁看脚底演武的盛况 元代京师君中 注重培养选用 擅长武艺的脚底武术男人才 原始仁宗本记载 延幼六年六月虚深 京师至永孝 以脚底者录之 盛行明清两代的京都舞会室 和一般由皇帝主持 五举进士参加的殿士 将京都武术活动 推向高峰 天下武术名流 云集北京 这种文武并考的舞举制度 造就了众多文武之才 和名臣良将 客观上推动了 明清两代武术的大发展 中国武术文化 资润和培育出的戏剧武打 早在原大都北京流行的戏曲中 就以滋生发展 被称为脱博杂剧 展现武艺的各种功夫 原初杂剧 北京杂剧家就占有19位 他们的作品中 记录有大量反映武打戏的描写 是研究原大都武术与武戏的 宝货历史资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国武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 归宝 包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 现已成为跨国际 跨民族乃至跨信仰的文化现象 在中国现在只要是习武的地方 都会看到有许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和国人一起习武 这些习武的外国人 来自全世界的各个国家 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那就是习武 因为在他们的心目当中 能在中国的武术圣地学习中华武术 那将是件无比神圣和高尚的事情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些外国人对中华武术如此痴迷呢 过去 外国人喜欢拳击 空手道 跆拳道等搏击项目 由于武术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和推广 对武术了解的外国人屈指可数 但是中国武术渊源流长 博大精深 再加上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李小龙电影在全世界的风靡 让全世界知道了 在中国还有这么一种 魅力无穷的搏击技术 因此 中国的武馆 在全世界 也相继开出 当地的外国人 纷纷加入到练武的行列当中 其中甚至包括 或以前练习拳击 空手道 跆拳道的人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先后 数以万计的外国人 慕名而来 寻访中国武术发源地 学习中华武术的精髓 对于他们来说 学习地道的中国武术 是他们对武术不懈的追求 记者跟随一组前来 中国宁波梅山 学习梅山派武术的 土耳其友人 通过镜头 让我们真正了解到 外国人 是怎样 旋理膜拜 中华武术的 你能不能 叫我 可以吗 可以吗 你每天来这里吗 在家里 家里 你家里在这里吗 家里 每星期天我来这里 你们都叫我 可以 这位老者 是梅山派武术的继承者 他正向这些土耳其习武者 介绍武术的要领 通过采访得知 这些外国人 这些外国人对中国武术的了解 大都是通过武打篇而得知的 他们对这些功夫片中的动作特别着迷 如果教他某个动作时告诉他们 这是某个电影中某个人物的某个动作 他们就特别爱学 就连器械也是他们不断要求之下 根据电影片里的角色所要求而学的 都对我 都对我 对 我 别 我 我 我 现在他们学的是拳 刀 枪 扇 以后他们要将刀改成剑 将枪改成绳镖 原因是卧虎藏龙和英雄中都是剑光闪闪 非常好看 成龙的电影《上海正午》中更是使用了绳镖 在他们眼里 这家伙既厉害又让人眼花缭乱 因此很受他们的欢迎 很多在中国学习武术的外国人都这样认为 来中国学习武术 目的是不光只是为了要强身健体 更是因为中国武术博大精深 他们认为中国武术和哲学 历史是紧密相关的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他们边习武边记录 作为资料进行保存 学成后回国进行推广 因为在他们各自国家里 中国武术名声很大 深受人们的喜爱 但是多数人不太明白武术的具体内容 他们大多是从影视剧中获得信息 他们觉得只是非常的神秘和精彩 功夫巨星李小龙和成龙的名气很大 他们演的电影很受欢迎 然而影视剧中的武术 毕竟是经过艺术加工的 比较夸张 有些套路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 他们要学习真正的中国武术并带回国内 通过自身的学习和练就 真正了解他们心目当中的中国武术 并不是通过功夫篇所了解的那样 中华武术是一门科学的搏击技术 要通过刻苦的练习和深入的了解 才能真正具备攻防一体的实战技术 我们要感谢李小龙等功夫巨星 所带给全世界的中国武术魅力 我们更应该感谢这些来中国习武的外国友人 正是通过他们 以他们各自的国家和民族特色 让中华武术有了更大的推广和发展 正因为如此 中华武术才长盛不衰 中华武术才长盛不衰 项羽是一位超群的军事统帅 他能争善战 战场上豪气盖世 叱咤风云 俊禄之战 项羽破釜沉舟 以寡击中 全歼秦军主力 客观上 为刘邦进入咸阳 推翻秦朝 创造了条件 出汉战争中 霍田荣 旧彭城 旧行阳 夺城高 一生大战数十次 多获胜利 所以古人称他有百战百胜之才 向羽明吉 自语 今天江苏肃谦西南人 楚国将门后裔 楚王后 她遂叔父向良 流亡无中 年少时 曾学习书法不成 又学见仍不成 立志要学万人敌 于是从叔父学兵法 但仅略知其意 又不肯学 项羽身高八尺 力能举顶 年轻时志向远大 依次秦始皇出巡 在渡乾塘江时 项羽见其车马一丈 威风凛凛 便脱口而出 彼可取而代也 秦二世元年 即公元前二百零九年 陈胜吴广 在大泽乡 镇臂一呼 揭竿而起 项羽随项良 在吴中举兵响应 二十四岁的项羽 被人民起义的 疾风暴雨 推上了历史舞台 项羽起义后 征集精兵八千 项羽做了排将 为了便于号召 采纳谋士范增建议 立前楚怀王的孙子为王 建都于须余 仍称楚怀王 项羽率义军 在和秦军战斗中 接连取胜 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 结果在定陶 被秦军张汉指挥的军队打败 项良战死 定陶之战后 秦军北渡黄河 攻打起义抗秦的赵王歇和张尔 楚怀王任命宋义为上将 项羽为次将 率兵救援 宋义率军到达安阳 便畏缩不前 屯兵四十六天 当时英语连绵 其义军缺衣少粮 处于困境之中 项羽当机立断 杀了宋义 迫使楚怀王任他为上将军 并命他立即挥师北上救赵 楚军各个勇猛杀敌 以依当时 久战久劫 大败秦军 俘获秦将王黎 杀死秦副将苏角 迫使秦副将射箭自杀 解了巨鹿之围 在项羽军与秦军激战时 各路诸侯援军 却缩在壁垒上观看 不敢参战 战斗结束后 项羽成了诸侯军的统帅 巨鹿战后 项羽成胜追击 秦军节节败退 军心涣散 后来引兵进入咸阳 杀秦祥王紫英 烧秦宫市 祸三月不灭 收其货宝 妇女而东归 项羽 携其军事上的余威 以诸侯上将军自居 发号施令 他自立为西楚霸王 取梁储之地九郡 定都彭城 同时 有割地封王 分封了十八个诸侯 封刘邦为汉王 企图限制刘邦势力的发展 使其不得东进 结果杨虎一换 导致汉军势力 日后卷土重来 由于项羽分封不攻 引起诸侯和功臣不满 先是田荣聚其反楚 项羽急忙率军讨伐 刘邦便乘系东进 汉高地五年 即公元前二百零二年 刘邦发兵向项羽发动总攻 在该下 把项羽军团团包围 此时十万储君 以兵疲良静 士气低落 夜间又听到汉军 在四面唱起了楚歌 项羽大为吃惊 便借酒交愁 慷慨悲怜地唱道 历拔山戏 弃盖世 时不利息 追 我特别说 侍我特别说 已写